大家好,我是肖特 最近也不知道是头脑抽了什么风 回去温习了一下自己旧的影片 总觉得个人还是最喜欢跟历史相关的主题呢 因此今天,咱们就换来聊聊另外一位在二次元 也占有重要地位的风云人物 而在历史上也的确创造出了 后人至今难以超越的壮举的征服王 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吧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Le Great 是后世对于这位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的称呼 也会称他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 古希腊语 而亚历山大这个名字 其意思为人类的守护者 首先先解决他的名字的问题 虽然我们都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 日文Alexandros 或是Alexander 但是其实我们最常在动漫中听到他被叫的名字是Eskandal 有时候会翻成伊斯坎达尔 这就会让我们有点confused 这个伊斯坎达尔大帝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历史上还有这么个大帝我没听过 但是其实Eskandal Iskander 就是阿拉伯文跟波斯文中的亚历山大的发音 因此不用怀疑 伊斯坎达尔和亚历山大就是同一个人哦 关于亚历山大的身世的部分 其实也有蛮多有趣的记载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据说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 在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阵闪电打到他的子宫 随即生下了亚历山大 而由于据传闻这个奥林匹亚斯 事实上是未婚生子 因此就疯传说亚历山大的老爸 其实是希腊著名的渣男天神宙斯 有想听下路透说希腊神话的可以留言一下 我考虑 因而亚历山大也算是半个天神 Fate里面亚历山大大帝的宝具 总是伴随着雷电就是出于此 虽然大部分后世学者都是认为这样的故事 只不过是为了把亚历山大神话 让他作文王位 不过这也不能否认这层神话色彩 真的更加深了这个历史人物的魅力了呢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 想必许多人可能也就是听闻一二 但就纵观人类有文字以来的这数千年历史 他所做过的大事至今仍可谓难以被超越 出生于西元前的他 所创造的马其顿帝国 至今仍和千年后的蒙古帝国 或是大英帝国相提并论 可说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他是如何完成他的霸业的 期间又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亚历山大出生于古希腊 这个名为马其顿的国家 属于阿吉德王朝 他在年仅二十岁的时候 就继任了马其顿的王位 就此开始了他的征战之旅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国王 那是因为他自从继位以来的十多年 先是迅速一统希腊本土 随即非常积极地向外征战 拓张领地 他开创的帝国版图包含了希腊 肖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一带 一直到埃及 两河流域波斯 甚至是远及印度西北部 足迹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史称亚历山大东征 传说中 他的志向就是要到达世界的尽头 看到无尽之海 这对那些还没有太多技术 进行长途旅行的时代的古人来说 是个共同但却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是亚历山大却是少数决定为此付诸行动的人 不过只可惜他的帝国一直打到印度就宣告终止 亚历山大一直到死都没有亲眼见到所谓的无尽之海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Fed Zero中 亚历山大来到了现代 发现了地球是圆的 根本没有所谓的世界的尽头的时候 他曾经表示这是老天开的一大玩笑 让他的梦想仿佛毫无意义 不过在他的军旅中 有个其实有点无赖的小故事 那就是在他打到小亚细亚的时候 他听说当地的一个预言 那就是谁能够解开一个被称为 戈尔迪尔斯之劫的凡复神劫 那个人就能够成为亚细亚之王 结果 我们的亚历山大大帝就上去给他一件 劫不就开了吗 于是就此证明他天生霸心的命运 嗯 跟哥伦布立弹的故事一样 下次写数学考卷的时候试试这招 把考卷给撕了 说不定会证明你也是霸心的命格呢 话说回来 亚历山大的一生虽然光辉无限 但是却有着和亚瑟王一样些许悲剧的色彩 这也许就是为何后世也对他加倍敬仰 对他的报复和未完之势不胜唏 先前说到 亚历山大在位的短短十多年 几乎都在戎马征战中度过 他是一个善于战斗的优秀将领 充分将马其顿引以为傲的毛兵和方阵用得淋漓尽致 据说 无论军队人数如何悬殊 亚历山大从未在任何的战役中输过 被世人称为不败的征服王 但更让他的帝国伟大的原因 是他对战败国和领土的统治方式 比起纯粹的武力镇压 亚历山大大帝更致力于宗教、文化和人种的融合 和被人诟病无数的十字军东征不同 亚历山大在征服的路上 对于当地的宗教和特有习俗 都给予相当大的尊重甚至喜爱 他乐于入乡随俗 因此除了马其顿国王之外 他也同时拥有希腊同盟霸主 波斯皇帝、埃及法老 以及亚西亚之王等多个称号 他促进文化融合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他非常致力于让马其顿人和当地妇女通婚 以至于他自己都娶了两个波斯公主 斯坦特拉二世 还有卡尔维萨蒂斯二世当老婆 由此可见在他的统治之下 中西亚各地的文化经历了一次大融合时期 也让不少古代文明以新的形态保存了下来 后世就称为这是希腊化时代的丰富文化 然而然而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丰功伟业也总有凋零的一天 亚历山大十数年征战 一路打到印度的一条叫做比亚斯的河的时候 跟着他征战多年的士兵表示受不了了 亚历山大的宏图大志虽然的确打动人心 但是战事拖得异常 也让内政渐渐出现了隐忧 军队更是严重思乡而拒绝继续前进 无奈的亚历山大只好在此班师回朝 最后就病逝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这个地方 再也错失了继续往东征战的机会 甚至至至今有不少历史学家还在讨论 若是亚历山大继续打下去 也许他的霸业甚至有可能打到印度 甚至是那时正值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那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历史定会一大改写 那时候说不定证人要打的就不是匈奴或赵国 而是 哇靠 亚历山大耶 之类的 没有啦 秦始皇那个时候大概亚历山大就已经挂了 那对东西文化的冲击都觉得会非常难以预测 值得注意的是 亚历山大和历史上许多出师未结身心死的古人一样一年早逝 陨落之时年仅32岁 有关他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是被许多史学家研究的议题 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派别 也就是病逝以及暗杀 前者呢 的理由就非常多了 有人认为说亚历山大可能是水土不服 喝了不干净的河水之后染病身亡 说他得的是伤寒啦 虐疾啦 脑膜炎之类的都有 另外还有些文献分析亚历山大很有可能是常年征战的旧伤累积 再加上酗酒过渡 最后才导致早早的离开人世 而采暗杀论的人 则是认为亚历山大周边的一些权臣为了夺权 在他的酒中下了一种叫做白尼卢的毒药 导致他中毒而死 不管怎样 亚历山大这个一代豪杰的陨落 也可说是直接导致了他的帝国迅速瓦解 他在死前曾被问到说要传位给谁 结果他的回答却是 给最强者 啊这一说还得了 所有他的亲信臣子 全都觉得自己最强 因此他所建立的基业不用多久 只有四分五裂 连他的正宫老婆 不是刚刚说的那两个波斯公主哦 而是同属希腊的巴克特利亚王国的王族 罗克珊娜王后 以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四世 也变成这些全城争权夺利之下的牺牲品 结局不胜唏嘘 但就像他和小三韦伯所说的经典台词 如果这样的毁灭是天意 我会畏之心痛 畏之流泪 但绝不会抱有半点悔意 充分展现了 即便埋没在历史洪流中 他仍保有了一代帝王该有的霸气 而继承亚历山大的神话 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 动漫作品中的亚历山大大帝 更是蓬勃的发展 从大叔到美少年 甚至到鲍如美少女 都是应有尽有 其中当然就包含 刚刚说到的FC以及FGO中登场的 Rider亚历山大大帝 据说在Fate南角人气排行中 可以位列到前五 其少年时期的幼帝形象 更是不知蒙运了多少大哥哥大姐姐 喂 为什么你会长外变成这样啊 而另外还有像是 非常早期的一部动漫 亚历山大战绩 就是围绕着马其顿王子 亚历山大展开 其特色大概就是这些 非常性感的服装 我还以为我是看到啾啾了呢 另外还有某个 可能有点A的游戏 英雄战绩 也有登场个粉蓝挑染的 亚历山大大帝 反正任何古人的娘化 都是一点都不意外啦 而至于 Iskandaru这个名字也是挺热门的 包含宇宙战舰大和号中 这颗虚构的行星 就叫做伊斯坎达尔星 加洛特还是很想要游说 大家去看的《降火开乱记》中 男主角养的这只鹰也叫做Iskandaru 简而言之真的是被玩了很多次啦 足够见他在二次元的人气也是挺高的呢 那么 大家最喜欢的亚历山大是哪部作品的呢 个人是对大叔有点消化不良啦 不过做这些有关历史的影片 真的是很容易让人热血澎湃呢 下次要来说哪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呢 欢迎留言许愿哦 我是有点在考虑出一集讲希腊神话的啦 那么喜欢这种历史相关影片的人 不要忘记按赞加订阅 顺便分享给那些对肌肉猛男有兴趣的朋友哦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Prague 朋友 Code 订阅 嗯 又 有 你 谁